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雞蛋妹 B&W的PI7一直都被評為音質很好的True Wireless 最近推出新一袋的旗艦級耳機 PI8 和便宜一點點的PI6 他們的藍牙耳機我一直都是九樣大名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很詳細地試一下 今次終於都試到他們了 我想說 音質是真的好 而且比我想像中再多一點的功能 當然啦 他們也有一些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在這條影片我會分享我的用後感 GO 首先兩對耳機的外型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耳機盒都是用了長方形再加圓邊的設計 拿上是有點像小型的暖彈 我覺得他們上一代的PI7 外型上就更加標準一點 今代就不會說一看就馬上聯想到B&W 但是取而代之就是它的尺寸小很多 兩隻型號同樣都有四種顏色 我的PI8就是這一款米白色再配金色的邊 PI6就是很漂亮 是淺藍色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兩款一配色都很漂亮 一些音響品牌出的耳機 都會出比較有型的顏色 很少出這些那麼粉嫩 又或者比較偏向女生的顏色 所以這個也是B&W的特色 在配件方面可以打開兩隻耳機和大家看看 其實他們的內容物很像 有四對耳膠 除了本身已經上了耳機那對耳膠之外 另外還有一對XS、S和L的耳膠 PI8都是一樣的 不過他們兩對耳機支援的線就有少許不同 PI8除了有USB-C去USB-C的線之外 還有多一條USB-C去3.5mm的線 而PI6就只有一條USB-C的線 兩對耳機都用了入耳式的設計 在外形上也有少許的耳翼位置 戴上去因為它是入耳式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存在感也挺明顯 但它就不容易脫掉的 兩隻我都試戴過 做運動是完全沒問題 又來到這個老地方 我現在就試一下這兩隻耳機 就會一邊走機一邊走 看看這兩隻耳機有沒有分別 首先會試一下這隻PI6 然後我們就換第二款 試用的時候我沒有特意轉其他尺寸的耳膠 就這樣用M尺寸的耳膠也很穩妥 基本上我覺得用這兩對耳機也不太擔心會脫掉 連接也是非常簡單和方便 可以直接連接藍牙 又或者直接下載它們的APP 跟著APP的指示連線都可以 它們支援兩部裝置 所以兩部手機轉來轉去都是沒問題 我測試主要是用Sony的Xperia 1 再加Tidal這個聽歌的平台 因為PI8是聽到Hi-Res Audio 它支援APTX Addactive 最高有24bit 96Hz和APTX Lossless 所以為了享受到它最棒的音樂 我就會有這個配搭 我試了兩部Sony的Xperia 1 一部四代 另一部五代 它們兩部都支援APTX Addactive 不過APTX Lossless就只有五代才支援 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設定假式 連接耳機之後 打開藍牙 按下耳機 確定開了APTX Addactive 再設定96kHz 之後看開發者設定 滾到藍牙那部分 打開HD Audio 同樣也是選了APTX Addactive 在下面也可以選了44.1kHz 96kHz等等 如果設定了APTX Addactive 24bit 44.1kHz 即是代表走在APTX Lossless 一個無損的音樂解釋 不過如果你是用IPhone的朋友 也不用怕 因為PI8的耳機盒 以及它的USB-C線 是會令到IPhone聽歌 變得更好聽的發寶 一會兒就會有一個詳細的教學 之後就來到最重要的音質 我想說它的PI8音質 非常好 應該是我目前聽過的True Wireless 裡面最漂亮的一隻 它用了12mm探膜動圈單元 我自己配合APTX Addactive去聽 設定了24bit 有16kHz 它的人聲聽起來很厚 低音是超棒 特別如果你是聽的一些低音 低音比較重 又或者一些大肺type的歌 是很驚業的 即你是聽的那些 那些是超棒的 總之你聽到它是超不好聽 光是在聽南蛙耳機 因為我沒有聽過上一代 即是我沒有用過PI7 所以一聽今代是真的嚇壞的 另外它耳機還是很夠聲 所以你開小小可能30-40%的耳機音量都已經很夠聲 而PI6雖然沒有支援ABTX Lossless 不過它也支援ABTX Addictive 單元的材質不同了 變成生物纖維 其實它也很好聽的 不過對比起PI8就會有一點落差 但如果你是在聽ACI SBC 差別上兩隻耳機都不是太明顯 在功能上兩對耳機都支援B&W Music這個App App裡面可以調校降噪、透通模式、EQ等等 又或者一些觸控功能 耳機的電量在這裡也能看到 不過老實說 兩對耳機的降噪效果比我想像中弱一點 在室內使用就沒什麼問題 但在室內的話大概有6-7成的降噪效果 又或者像我做健身 帶著它外面的歌不是很大聲的 所以就算我帶著它們聽歌 也會聽到一些外面播放的歌 日常使用其實也足夠 但對比起以往做過一些以降噪作為賣點的藍牙耳機 它們的降噪效果就會沒那麼厲害 反而它們的透通模式是做得很好 又是我試過數一數以好的透通模式 它開了之後非常自然 不會聽到很多很不自然 又或者比較刺耳 很吵的雜音 所以聽上去是很舒服的 我發現很多時候音響品牌出的耳機 它們比起降噪是會更加著重音質的表現 特別呢 我前幾年試過一些貴貴的耳機 它們是未必有降噪功能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它們覺得太強勁的降噪會影響到音樂的表現 即是我不知道這個是我自己的推測 所以觀察下來 這個特點也是挺特別 而另一個證明到它們著重音質的地方 就是這個耳機盒和這條線 剛剛提到PI8是支援APTX Addictive和AVTX Lossless 所以如果想享受到最棒的音樂 你聽歌的平台 甚至手機都要有選擇過 但老實說 現在有很多手機都未必支援最高的音樂解釋 好像在我面前的三部手機 有SYS Ultra 還有iPhone 16 Pro Max 還有Sony的Xperia 1 在這三部手機裡面 iPhone 16是不支援APTX的 Samsung就是支援APTX 但不支援APTX Addictive 或是Lossless 而Sony的Xperia 1 就是支援APTX Addictive 所以每個手機的音樂解釋都不同 特別很多人用的iPhone就不支援 不過只要你把USB-C線插入手機和耳機盒 那這個耳機盒就會變成一個 藍牙音訊的發射器 就把APTX Addictive的HIRES Audio 連回到耳機裡面 簡單來說 即是如果你想用iPhone聽到幾隻 就用線連啦 示範一次連一個給大家看 很簡單而已 把一條線插入耳機 另一邊 插入iPhone 這樣就成功了 連接成功的話 打開iPhone的聽歌頁面 你就會看到有PI8Case的選項 然後你播歌的時候 耳機盒的提示燈也會變成白色 還有在你的聽歌平台也有機會看到 好像Tidal就會馬上看到你現在聽到什麼音樂格式 就可以了 如果你和我用同一個連接方法 但你沒有以上的東西 即是沒有顯示到連接成功 就可以試試塞藍牙 因為它有時候會幫你自動用藍牙連接耳機 你塞藍牙就可以解決到以上的問題 又或者打開聽歌的筷子鍵面 選擇耳機盒也可以 而USB-C to 3.5mm的線 其實還可以接駁飛機的樂樂系統 聽歌看電腦 又或者可以用電腦 遊戲機 音響矿音機之類 而平價版的PI6就不支援這個功能了 雖然用開iPhone的用家 一般用藍牙聽歌 你都不會覺得很差 不過當你用了耳機盒去聽 真的會明顯聽到有分別 首先耳機會立即大聲很多 而且一聽下去它低頻的彈性就會強很多 因為本身你用藍牙聽 聽下去它的Bass就會沒那麼突出 只要一插耳機盒 它的低音是立即出來了 而且會圓潤一點 那些是用iPhone 又想試玩耳機 這個是很值得試的配搭 特別你聽著的音樂平台 都支援HIRES Audio就更加要試了 耳機支援觸控功能 反應上也很靈敏 在耳機APP裡有一個特別小小的東西 就是可以連接不同的音樂平台 我就是連接了Taito 在裡面還會有B&W PI8和PI6的Playlist 但是我試過在B&W的APP去開 或者直接用Taito的平台去開 我也是習慣用回官方的 因為不相對上反應會快一點 還有一些可能平常用的Playlist 或者看不同的音樂格式 在它本身官方的APP 看得會詳細一點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小小的分享 因為其實用兩個APP都是沒問題 它都是一個Bonus的東西 兩隻耳機的嘗試用連接都順暢 我在官堂的地鐵站都沒有斷線 即是APM行、官堂行都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你開APTX的話 連線相對上就會弱一點 我現在打電話之後 再帶著PI8去做收音的測試 現在正在用PI8去收音 大家聽到這把聲音覺得平靜嗎? 下一隻就是用PI6 我現在的環境就是在地鐵站外面 所以就會聽到有地鐵站的廣播 而下面也有巴士站 所以也會聽到車聲 不知道Pi8和Pi6的分別大不大呢? 續航力方面 Pi6的續航力竟然是高於Pi8 它的單次續航有8小時 而總續航力有24小時 而Pi8的單次續航有6.5小時 總續航力有20小時 好 試完之後 老實說我是比Pi8經驗到的 雖然它的價錢以藍牙耳機來說是不便宜 不過它做到的音質是真的值得這個價錢 兩隻耳機的外形都很漂亮 特別Pi6雖然是便宜的版本 但樣子是很高質 兩隻去選擇 可能我會更加喜歡Pi6的顏色多一點 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私心就希望它們的降噪會好一點 如果下一代的降噪更強了 但它的音質會變差 我寧願保留它這個有音質的版本 因為它的音質是很有特色 以及其他品牌比較難取代的一個賣點 最後到底自己適合哪一部呢 Pi8很明顯是適合一些追求音質 特別是想在藍牙耳機上找到一個好音質的用家 就可以選擇Pi8 而Pi6是給一些平常聽的音樂平台 未必支援這麼高的HIRES Audio 又或者相對上沒有這麼高的要求 但又想要有一定水準的耳機就可以選擇它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話就給個讚 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會再見 拜拜 我們會再見